看到保育園倒下飼料 梅花鹿群立刻尾了上来 大吃一顿 还有喂食单风骆驼抢墙 得伸长手臂 把树叶放到他的嘴边 这是动物园里的保育園日常 受伤动物园里的大明星 红毛猩猩咪咪 在镜头前总是荣光焕发 这是因为保育園 每天会帮他顺毛检查身体 还会采集新鲜树叶 帮他加菜 为了让非洲师小乖习惯打针吃药 保育園使用棒子 对他进行动物训练 也借机观察身体健康状况 寿山动物园 目前总共有11位男性保育園 那每年365天不间断的 来给动物最佳的照样环境 寿山动物园在爸爸节这天 特别拍下人类父亲和动物们的亲密互动 让大家看到都融化了 台北市立动物园也po出金刚兄弟影片 虽然时常为了食物大打出手 但只要爸爸一出现 就会乖乖听话 南北动物园共同发文庆祝父亲节 感谢园里的另类爸爸 在工作上牺牲奉献 展现对动物们无私的爱 近期问李一清 陈生意 黄罗荣采访报导 和美女性保育園 混合 陈生意 黄罗荣采访报导